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这题想要带给我们的概念是 如果我们知道卫星的公传周期和卫星的轨道半径 那就可以推理出卫星它所绕的星球的质量 那它的由来就是来自于下面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从万有引力公式 以及向心力公式去连力得到的 对不对,同学可以自己连力看看 好,那这个式子甚至它可以左边右边都平方 左边右边都平方,然后经过整理之后得到下面这个关系 对不对,那公传周期平方分之轨道半径三次方 这就是克普勒的第三定律 克普勒从归纳法发现 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的公传周期平方 分之它们的个别的轨道半径三次方 这个比值呢会是一个定值 那这就是克普勒第三定律 可是它没有再深入的解释它的原因 那到了牛顿的时代呢 牛顿就可以说,原来啊 这个公传周期平方分之轨道半径三次方 这个定值呢,它会跟太阳的质量有关 它会跟星球的质量 就是背绕天体,背绕星球的质量有关 所以反过来说,这一题就是要问我们 知道哪些数据可以推理出这个大M 那从这个关系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知道卫星的轨道半径 以及卫星的公传周期 就可以推理出背绕星球的质量 所以我们来看这题选项 ABC注意哪些是可以推理出星球质量的 第一个,A,地球与同步卫星之间的距离 以及地球的质转周期 那这里有一个卫星叫同步卫星 那地球,它绕地球 那它到地球的距离 就是它的轨道半径 那第二个,我们还需要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就可以知道地球的质量 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我们可以写T同公转 可是题目给的是地球的自转周期啊 它不是给我们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那A选项要不要选呢 关键在于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就是跟地球的自转周期一样 因为它叫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它的同步的意思就是 跟地球的自转同步 这样设计就可以让这颗卫星 一直对着地表上的固定位置 地球在转,卫星也在转 可是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如果跟地球的自转周期一样 那地球转到哪里 这颗卫星就跟到哪里 地面上的某个点转到哪里 这颗卫星就跟到哪里 这样叫同步卫星 所以今天它虽然是给地球的自转周期 但是这个自转周期相当于就是同步卫星的公传周期 所以它这个公传周期和轨道半径都具备 那就可以求出地球的质量 所以A选项是对的 可以的 那B选项呢 给我们人造卫星的速率 以及人造卫星的公传周期 有不可以求出地球的质量呢 当然也是可以 怎么看 首先 等速远周运动的速率 可以表达为 远周长除以周期 路径长除以时间 那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运动速率V和周期 就可以推出半径 回到半径R 那得到R之后 又已经知道周期了 那不就跟A选项一样吗 所以得到轨道半径 以及人造卫星周期 就可以跟A选项一样的处理方法 所以B是可以的 那C选项呢 人造卫星跟地球之间的距离 以及人造卫星的公传周期 那C选项也是可以 因为就完全符合这个式子的需要 知道了人造卫星到地球的距离 就是人造卫星的轨道半径 还有人造卫星的公传周期 这样就可以得到人造卫星所绕的 地球它的质量 C是可以的 再来租呢 如果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的周期 以及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好那这时候 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的公传周期 以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这样子可以算出太阳质量 因为它今天绕的是太阳 地球绕的是太阳 这个答案是被绕天体的质量 那今天地球是绕太阳 所以这里的答案是太阳质量 而不是地球质量 那题目想要问的是 求出地球质量 所以珠是不行的 那一选项呢 月球绕地球的周期 以及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 好 珠选项其实跟C选项一样 只是说C选项它是人造的卫星 而月球是天然的卫星 它们都是绕地球 所以都同样适用这个关系式 只是把人造卫星的这个轨道半径 换成月球的轨道半径 那人造卫星的公转周期 换成月球的公转周期 所以答案一选项是可以的 答案就是ABC主 谢谢